緊接著我們就來看今天的造劇 現在是6點13分了 今天造什麼劇子呢 當然造陳柏惟的劇子 今天他也是京劇齊發 三個反省出來了 他告訴大家 十年前的我已經消失了 我覺得還蠻奇怪的 他十年前是做了不少錯事 但是大家之所以要罷免他 其實好像也不是跟他十年前有關 而是跟他在立法院的表現有關 所以十年前的他已經消失 意思就是說 他也不太喜歡他十年前的自己 但是現在的自己好像也沒有好很多 所以今天有些網友說 十年前的你消失了 要不要現在的你也消失一下 一起消失 所以這個劇子大家看了 覺得還蠻有趣的 我們共同來造劇 好不好 很簡單 什麼什麼什麼已經消失了 每天下午三點鐘 我們會把這個造劇模板 PO在我們的官方 辣碗報的這個臉書上 大家共同來想例句 這個網友都很有才 造的律子常常逗樂我 真的是很有趣有梗 很好玩 我們來看這位 Vincent他造的例句 20元的蚵仔米蒜已經消失了 對不對 我們偉大的主記者 現在哪裡有20元的蚵仔米蒜 有啦 寥寥無幾了 佛心老闆 哪來的20元蚵仔米蒜 還有白人罵 藻礁永存的承諾已經消失了 這個還真的是讓大家笑不出來了 謝安 你說民進黨的 與人民站在一起已經消失了 還有小兵跟鎮宇 你們兩位造的句子一樣 52中天新聞台已經消失了 是不是 在52頻道 我們都消失一年了 今年官台周年 我們也有一些特別的一些活動 我們共同來討論一下 台灣現在到底怎麼了 我們的民主呢 這個前輩先賢們奮鬥出來的言論自由呢 統統被沒收了 你甘心嗎 好 我們今天請到了這個春琪老師 來 春琪老師來先造個句子 我能不能多造幾句 當然可以啊 歡迎啊 我跟你講 趙建民一定很想學陳柏惟 說15年前的台開案已經消失了 他就三年八個月就不用進去關嘛 是不是 對 還有一個 蔡英文的博士論文是不是消失了 但是我告訴你 從來就沒有存在過 那當然是沒有什麼消失的問題 還有一個我相信綠的一定通不下去了 如果講陳柏惟講說 2228的事件已經消失了 你敢講嗎 你保證都跳起來 所以陳柏惟這種 那我再講一遍 你說蔣介石的功過是不是就該消失了 那你促轉後要在那邊搞什麼鬼了 還在那邊有的沒有的弄東弄西 陳柏惟這個姿態 就是講說 過去的我總總已經過去了 讓他起心革面重新來過 不是不可以 有些東西真的是不應該過度的 老是糾纏在過去 重點是 當你陳柏惟在講這句話說 十年前的我已經消失的那一剎那 當場就在說謊 十年前的那個你 趙陶也好 賭博也好 不堪回首 那你真反省的時候 那你要有個真正的樣子 你這一句話是充滿了算計 你這一句話是充滿了功力 你在講那一句話的時候 一點誠意都沒有 所以人家聽了就是不舒服 為什麼網友會哭手你 你如果你今天真心誠意的懺悔 當年趙氏沒有逃逸 今天有人把你揪出來說找你算賬 就覺得沒意思嘛 你當時起來負了責任 不是啊 你是被揪出來了 你十年前的你 你現在不願意面對 可以這樣是嗎 可以平抹下嗎 那同樣標準呢 為什麼很多過去舊的恩怨 你們民進黨緊抓不放 而且還擴大 還撕裂 那兩套標準嘛 對你有利的 你就說哎呀 過去的不要給我計較了 你要算別人這樣的時候 你可沒有這麼樣的寬容 所以春起老師 什麼東西要消失 什麼東西不要消失 這個大件掌握在民進黨的手上 我要它消失它就消失 對不對 我要它不消失 我還從坟墓裡把它挖出來的概念 而且重點是 給年輕人機會大家都願意 每個人都會犯錯 重點是法院也說 你的犯後態度很重要 犯後有沒有這個改進的態度 還是說你民資固犯 甚至一而再再而三 這個就是我覺得今天罷免陳柏惟投票 讓台中民眾憤怒的這個原因 來漢婷照個句子 對 剛剛修芳姐說 這個尤其犯後很重要 這個犯後一定要百步走 然後才能夠健康養生 我們走一走 然後明天去投票 那麼明天投票結束 就明天的此時此刻 陳柏惟的立委職務就已經消失了 你是在一個開金口的一個概念 好 他的立委職務會會不會消失呢 所見中心新聞明天下午開始 我們會有一連串的特報 在晚上我們也會有特別報導 這是台灣非常重要的一刻 也是台灣民眾行使權力 很重要的時刻 請大家共同來關注 所以大家也踴躍造句 我們稍後七點半 辯子妹會戴著她的皇冠 獻上虛擬頒獎給今天的金巨王 希望大家都能夠雀屏眾選